哈囉各位T卡試車頻道的朋友 大家晚安 今天過得愉快嗎 今天呢也是一台 我覺得在未來 它算是相當重要的車款發表 因為Hyundai呢 它已經宣誓它在2025年要挺進第三大 全球第三大電動車的這個銷售品牌 那麼在去年就是全世界 因為通貨膨脹 因為惡物戰爭 全球的汽車市場衰退的情況下 用戴集團串升到第三 它等於逆勢成長 那麼今天他們發表的車呢 是IONIQ 6 就是他們以IONIQ這個電動品牌呢 的第二款車型 那這台車呢 就是如大家看到 它的外型呢 其實算是蠻特別的 它在設計上 它把很多流體力學啊 就是空氣力學融入進去 它等於是我看過房車裡面呢 風阻值最低的 它只有0.21cd 因為它Stringliner的這個設計 它是用像Electric Stringliner 就像電一般的這種弧形 來打造這一台車 那台灣呢 目前呢 等於就是販售三種規格 我大概簡單的來講一下 它有EV400 那EV400呢 用的是單馬達的動力 然後是169.9萬元 那EV600呢 它用的電池呢 效率稍微強一些些 它用77.4千瓦小時 那EV400是53千瓦小時 那馬達的輸出 換算成馬力呢 EV400的馬力是149匹 扭力是35.6匹 但是它的0-100加速呢 現在挺近7秒台是7.4 那麼性能最強的 也就是據說啦 他們接單預計會最暢旺的是 EV600的Performance 售價是219.9 那這個EV600的Performance呢 它一樣 電池一樣是77.4千瓦 但是它的馬力呢 已經提升到了321 那扭力更要升到61.9 那0-100 5.1秒 已經算是一個 準性能房車 可是因為呢 馬達它沒有變速箱 所以它在極速設定的部分呢 不管是400 600或者是600的Performance呢 它的極速通通是185公里 那IONIQ 6呢 它的整個平台 一樣是採用EGMP的這個平台 就是包括IONIQ 5也是這樣 然後KIA的EV6也是用這個平台 但是在特別的部分就是 它是一台就是你看到的跑房車 它是以轎車的樣貌來設計 那其實以電動車來講 通常底盤呢 電池會放在底盤呢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電動車 大部分都是像休旅車一樣 因為它電池有一個厚度 那麼這台IONIQ 6 它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的後座呢 跟保時捷的台抗一樣 它有一個Food Garage 就是它有一個凹槽 可以不影響你後座的這個乘坐的空間 那我們先來從車頭看起 在車頭的造型上呢 它除了用的是矩陣型LED 還有一個IFS的動態照明 就是以頭燈科技來講呢 它現在等於是最高的科技 就是你不管是白天黑夜 刮風下雨 它都可以調整它的光型 然後讓你達到最好的照明效果 因為它為了要達到最平整化的 這個風阻老流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線條設計 就不一樣 而且為了對應它IONIQ的這個電動車的品牌 你會發現它連LOGO都是用新的設計 據說這個是為了風阻值 所以它是用平面式的LOGO 你看連LOGO都會影響風阻 你看多厲害 那為了對應EV600 Performance的高動力 因為它是兩具馬達 兩具油池馬達 所以它的馬力等於相對是 它裡面最大的 所以原廠為它配置的是20順的胎圈 而且它跟PZERO合作 就是搭載的是245的40R20 你可能會覺得說PZERO很多車都在用 但是有一個重點 它是電動車專用的 你這邊會看到一個 像Electric的專屬符號 為什麼電動車要有開發專門的性能胎呢 因為電動車重 而且它的扭力大 如果你在輪胎的部分 沒有特別講究的話 第一個它很容易磨損 第二個它會影響到你的抓地力 所以在整體來講 輪胎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環節 好我們接下來呢 來看一下它的車尾 其實 Hyundai集團 它真的是很有企圖心 你知道嗎 現在車壇上 就是我們以電動車 800V做天花板 就是電壓 它等於也是800V 那麼我上個月去試駕 Maserati的Grain Turismo電動車 也是用這樣的系統 等於就是保時捷台康 然後現在連 Hyundai集團 整個都是用這樣子的設計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的充電效能 其實可以相對的提升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充電孔 是在車子的右後方 而且它還具備V2L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額外的提供其他的電力 那譬如說你在露營的時候呢 也會覺得相當的實用 那它在充電的效能的部分呢 它可以10%到80%呢 只要18分鐘它就可以充電完畢 而且你充15分鐘呢 它可以跑351公里 那5分鐘之內呢 它可以完成100公里的續航里程充電 算是蠻厲害的 那為了要營造0.21的低風組呢 它連整個車尾 你有沒有看到它線條算是很特別 它整個就像是鞋背一樣 你的尾翼呢 是雙層式的 那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你在踩煞車的時候呢 它連上層的尾翼的燈呢 是用漸層的 然後下面呢 單體的LED尾燈呢 它都是獨特立體的 但是在辨識性的效果呢 它也會跟著提升 LONIQ 6呢 它是一台新世代的電動車 但是它在乘載的機能上呢 也相當的不錯 行李箱空間呢 其實開口也算大 底板也算平整 光是後箱呢 它的行李箱空間是401 那因為針對單馬達的車型 就是EV400、EV600的部分呢 它的前面就是引擎蓋打開呢 它還有45公升的容積 那因為這一台是EV600的Performance 它前面還有馬達 所以它只有一個小的置物盒 是14.5公升 也算是它在設計上的一個特色 說真的 今天人真的很多啦 像我剛才要介紹後座的時候 我的朋友鮑勃 U-Car的老闆 U-Power的老闆 他就突然坐到後座啦 所以沒關係 我們把它當路人 我們繼續介紹我們的 LONIQ 6呢 其實它的軸距很長 它軸距已經快3米了 其實這一台車呢 我覺得它算是一台蠻大的房車 可是呢 它有一個V2L的功能 它只有EV600跟EV600的Performance可以用 那這個功能是怎樣 就是你的家電 你有插頭要插110或是220的插座 你都可以在這台車用 那那個開關在哪呢 你前面會看到有USB的插座 還有出風口 可是它重點是在這個後面 這裡有一個管 就是椅墊的下方有一個蓋子 它有一個家用的插座 那因為我們現在前面還有人在拍 我繼續坐在後面講 我其實覺得坐在後面呢 它就是一台房車啦 我沒有辦法說它多高幾多豪華 可是它的空間真的還不錯 而且你看到它的頭 頭部空間整個下修喔 但是我179路座喔 我的頭部還有大概一個拳頭高 那他們因為要做產品化的差異啦 所以針對頂級的版本 就是這一台的Performance呢 它還可以選一個Premier Package 就是7萬塊 那包含它可以有全景式的天窗 那也可以再花2萬選米色的內裝 因為可能有的人會覺得 黑色的內裝太重 那除了這些它有一個設計的重點 這個設計重點就是 它全車整個座倉有700個數位 就是數位像素的這個LED 所以它會讓你整個座倉的那一種氛圍 變得比較繽紛 但是因為你知道它畢竟不是一台 就是著重特別豪華 然後特別fancy的一台電動跑房車 所以你看到黑色的內裝呢 它其實在用料上後面的用料啊 這些會覺得是 不是廉價感啦 但是也不是說像這種高級品牌上面的那種奢華感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換到前座 來幫大家介紹一下它在中控台上的設計 我覺得IONIQ 6最精彩的座倉呢 是它的前座 你做到前座你能夠感覺到豪華跟科技 那後座坦白講還好 那麼在整個配置上呢 它等於是它這個平台 EGMP平台裡面 第一款用First Low Leg Room的 就是因為到對應它是房車的造型 我剛才提到嘛 你的底盤大半都放電池 那電的太高呢 你基本上除了做SUV適合以外 不太適合做房車 那所以它等於是在這個平台框架裡面 就是第一款這樣子的房車 而且它做的很流線 就是要跑房車的FU 那要有跑房車的FU呢 在內裝座倉的陳色上 也必須要有一個相對應的配置 所以它會給你一種相當科技的感覺 好比說它的中控台呢 是兩個12.3吋的數位儀表 就是整個拼接的 但是它還是有一些實體的按鍵 那這些實體按鍵 就像你看到的空調啊這些 它一樣會讓你覺得有一種簡約 但是又美觀的設計 那你只要把電源關掉 它這個整個顯示幕呢 也會同步的關閉 而且呢有幾個重點 就是它的整個門板 前座的門板是Buttonless 就是漸層式的門板 因為它有64色的氣氛燈 所以你看到這個門板呢 就是它會讓你覺得好像很科技很夢幻 那我們現在做的這一台是EV600的Performance 它搭配的是BOSE的頂級音響 而且它是用零重力的舒壓座椅 這個零重力的舒壓座椅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坐起來比較舒適啦 因為旗艦車款呢 它本來就有一些優勢 包含說它所有的車型 它都有一個VESS的虛擬引擎聲 那因為我們今天沒辦法開走啦 我也不知道那個虛擬引擎聲是怎樣 可是呢 EV600的Performance呢 它有一個模擬的跑車聲浪 大概也是 就是大概是那一種樣子啦 但是等於就是它的功能性更多 選擇性更多 那下面呢 有一個QI的無線充電板 這就是電動車它的優勢 因為它不用排檔桿 那它的排檔呢 是用旋鈕的 蠻酷的喔 它現在可能有瘦起來啦 它就是在你的方向基柱下面 有一根排檔 然後打D檔 打N檔 打R檔 那P檔是用按的 這算是蠻特別的 而且它的方向盤呢 是雙盤幅的 兩個盤幅 但是它有Drive Mode 它的Drive Mode呢 一樣是用按的 就跟跑車一樣用按的 那整台車的 Level 2的半自動駕駛輔助呢 它通通都有 那除了這些呢 它有7G SRS的輔助器拿 所以在主被動安全跟半自動駕駛的部分呢 等於在功能性上 你不會失望 那座倉的科技性呢 我覺得少了一項配備 因為我在看Presskey的時候 它的頂級車就是在國外的頂級車 它有電子後視鏡 而且電子後視鏡的這兩個螢幕呢 是用OLED 那台灣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價格的關係 所以它把這個配備呢 取消了 也許未來 不久的未來它會出現 好 那因為今天人實在是蠻多的 我簡單做一個 我短暫的感覺啦 我覺得第一個 它很有價格的競爭力 那麼在續航里程 它最多有614公里 所以對於 可能有些朋友會擔心 有里程焦慮的部分呢 它等於可以相對的克服 而且在未來面對電動化 電動車的表現 不管是性能 或是它的充電效能 或者是它的續航里程 一定都會跟著進步 那麼目前啦 就是據說它只有300輛 今年只有300輛的配合 這算是比較可惜的 那我會比較推薦哪一款 我會覺得在價差不大的情況下呢 你就值上219.9萬元的 EV600 Performance 因為性能更好 那它可以選擇的配備也更多 好啦 今天的介紹呢 我們就先告一個段落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夜晚 我們下次見 拜拜